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有真的想要分享的时候我才会去录这个影片 那我也希望我的影片可以帮助很多在觉醒路上的朋友们 或者是对魔法神秘学这一方面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一起做个分享 或者可以从我的影片当中或许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提点或者是帮助 或者你也曾经面临跟我一样的问题 就是当我走在灵性觉醒这条道路上的时候 没有老师就是没有所谓什么拜师的老师啦 或者也没有去外面上课 然后你曾经觉得很无助的 或者你也曾经觉得自己该不该去上课的 那这些问题我觉得在我的影片当中陆陆续续都会拍我是一路上是如何的走过来的 那当然我还在学习当中也希望你们可以跟我一起分享 或者是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留言给我 或者说分享你们自己在这条道路上 有没有一些你觉得你想要分享出来的我都很欢迎 那在此就先谢谢你们 那我今天想要聊的话题是关于水晶的 那是有关于水晶的意识跟质地 还有跟价钱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 那当然我聊的话题跟我所分享的是以我自己个人的经验为主 那也欢迎良性的分享跟交流 这个我都很欢迎 那我会尽量把我自己的经验 还有我自己所知道的东西都尽量的分享出来 那我先说一下就是在拍影片的时候呢 我都会先进化我的空间 那我每次使用的方法是不太一样的进化方式 那我今天是使用这个精油 对这个精油 那我这个精油我今天的方式是 我会把精油涂在我的手上 对那就是看你自己当天你想要用什么样的精油 其实我觉得没有很特地 对那我今天所使用的精油涂在我手上之后呢 我就会摸摸他们 摸摸我的水晶们 就是做一个进化 做一个进化 那他们当然也知道我今天要拍片啦 要跟朋友们 就是你们做一些分享 那我就会这样子进化我的水晶 那每一个人的方式不一样 就以你们自己觉得OK的方式就可以了 我就是纯粹分享我自己 所有的经验 我就尽量分享 那我先来讲 每一颗水晶呢 我先说一下 我接触水晶呢 已经是绝对超过十年了 对 十年了 就是绝对超过十年 十几年 对那甚至可以说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 我就接触到水晶了 又加上我现在的工作当中呢 也会接触到很多所谓的自然的矿石之类的 那所以我会尽量把我知道的分享给大家 那我现在 那我现在简单的就是介绍今天 就是每一颗水晶呢 它的生长 对 它的生长都是需要百万年的 最少都是百万年 才会生长成一颗 你现在所看到的水晶矿石 那大部分你现在看到 比如说上文拿到的 它虽然叫做圆矿嘛 对 那但是它 我指的是 它 我们在市面上看到 像我这样拿到 它都已经是 稍微是有做切割切磨的 对 稍微是有做切割切磨的 那店铺上 比如说你看到这些手串的话 那些手串 那更是已经磨得 就是比较 所谓的比较完美 对 那可以当 呃 配件来做配戴啊 搭配啊 戴在身上的 耳环啊 项链啊 甚至大的白件 都是可以用水晶做成 也可以用水晶雕成 那主要我现在 你们看到我的 我的水晶都是天然的 对 就是没有经过处理的 也没有经过 染色 也没有经过 所谓的加工处理 热处理吧 嗯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 嗯 水晶大部分它的 化学成分是二氧化系 大部分 那可能还有一些更细微的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人 可以自己去做研究 那大部分是二氧化系 那 水晶呢 也常被运用在我们的日常当中 比如说 表 那个手表 对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工业用途 都是 水晶 就是水晶有协助到 对 那还有就是 质地呢 质地是怎么样叫好 怎么样叫不好 那我讲的东西是 普遍市面上的人 人们所认知的 就比如说 它里面的石纹 好 或者所谓的 时脉走纹 还有它的裂 就是裂痕 多不多 还有所谓的 就是内含物 好 它的杂质 多不多 这些就是所谓 我讲的是市面上 会决定说它好不好 那跟价钱有没有关系 还有大小跟价钱 也是有关系的 好 所以你会决定 价钱的话是 比如说 它的内含物 多不多 里面有没有裂痕 然后加上颜色 漂不漂亮 还有就是 包括它后面 设计出来的 样子 那都是会跟市场上 价格是有关系的 那我现在讲的是 主要要天然的 我讲的还是 主要是以天然的为主 那这些是会跟价钱 有关系 那因为 如果是走在 我们这条路上的话 其实很多人 我相信你们身边 也很多人会有水晶嘛 那我觉得水晶它 就是生长的年份 是非常长远的 长久的 所以它如果来到 你的身边的时候呢 通常是代表着 它跟你有缘 至少这一刻 它是跟你有缘的 是它是 来找到你的 对 然后 你也可能刚好 在这个timing 你需要它 或者你想碰见它 所以你就购买了这个水晶 或者是有人送你这个水晶 那如果你身边 拥有了这个水晶的时候 我希望你们 每一个人 是可以好好的 珍惜它们 就是至少 在你身边的时候呢 你可以好好的珍惜它们 甚至你可以去了解 你比较适合什么样的水晶 我讲的都是当下 因为每一个时段 适合的水晶 都是不一样的 那 还有 我看我还要再跟你们说什么 还有就是水晶的意识 对 就是很多人会一直说 比如说 水晶它到底有没有意识啊 然后 水晶是 有的人甚至会说 它 我听到就是坊间有人说 就是 曾经叫 朋友们 就是可以把水晶丢掉啊 就可能会说 你里面会有一些什么 灵体啊 什么 基本上这个观念 这个部分呢 我个人是 嗯 我没有很认同 对 因为 对我来讲 水晶它 第一个来到你的身边 是因为有缘嘛 然后再来是 当时的你是 一定有一个原因 你跟它的振动频率 是相同的 所以它才会 被你所购买 或者就是来到你的身边 那 我觉得更应该去 你要去深入了解的是 这个水晶 它现在来到我的身边 是 什么 是什么原因 那你可以去了解 比如说你最近非常想要买紫水晶好了 那 你就会去找紫水晶 或者你朋友就突然送你的紫水晶 那这就是共识性的产生嘛 那还有就是吸引力法则的产生 这个是并进的 那当你拿到这个紫水晶的时候呢 你可以去研究说 你最近 呃 是 比如说比较关注什么样的事情 比如说 你是 呃 希望自己冷静一点 情绪上冷静一点 或者说你走在灵性的觉醒 这条道路上的时候呢 因为紫水晶 它跟顶轮 没心轮 它是有关系的 那是不是对于你的开启 好 或者所谓的 觉知力打开 所以你比较 刚好就是找到这个 紫水晶 我是比喻 好 那当然 你也可以去 做紫水晶 更深入的研究 然后 答案是只有你自己最清楚 或者是做比喻 那水晶对我来讲 它是有意识的 因为 水晶对我来讲 它是接受 所谓的百万年以上 生长出来的嘛 那它在 呃 它大部分生长是在地底 地底下 岩洞中 好 那它是吸收了很多的日月精华 来形成这一颗水晶了 它也经过了很多的大风大浪 好 那 那我们在跟 因为我们生长在这个地球里面嘛 那水晶它本来 就是地球的一部分 那我们也是地球的一部分 那 它又是受了 接受了很多的日月精华 而形成了这一块水晶 珍贵的水晶 那对我来讲 它是有意识 有记忆的 所以当你 购入一个新的水晶的时候 我建议你是净化它 对 或者说有信仰的 你可以拿去 神明那边过炉 这个都是可以的 我常跟客户这样子说 那他们 嗯 就是看个人的信仰 还有每一个人进化的方式不一样 那你可以把过去 所存在里面的意识 或记忆 把它删除 然后注入一个你新的意识 或者你 希望它怎么做 协助 对 那我觉得 这个是我可以分享给你们的 那你们也不妨去试试看 那有的人他也会说 会不会随机买到一些不好的 一些 我们看不见的 所谓的零之类的在里面 那这个问题呢 我个人是觉得 异次元空间本来跟我们就是重叠的 所以我不排除它不可能 但是我也不绝对说它一定是 对 听起来很绕舌 但是我最重要的是希望 大家不要听了别人说 啊 你的东西怎么样之后呢 你就产生了很害怕 很恐惧 就把它水晶全部丢掉 我觉得有时候别人在跟你说这些讯息的时候 你可以做一些判断 那我不是说它不可能哦 对 你可以先做一些判断之后 理性冷静后 思考过后我们应该怎么做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你买回来之后就是先进化 再来是如果你在之中 听到这些话题的时候 让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你也可以进化你的水晶 那水晶什么时候进化呢 它没有年份跟时间的限制 只要你觉得它们该被进化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进化 那 我要聊水晶的原因是因为 我不希望有人就是 受到一些 比较 就是产生恐惧 就是说水晶就把它讲得太恐怖啦 或者说有什么灵啊 其实我是 再说一次 我不排除 但是我希望你们 不要产生恐惧 因为恐惧的时候 只要你这个 情绪一到的时候 你的频率是往下降的 那往下降的时候 你很多时候是自己吓自己 那我是希望说 如果是真的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我们一定 一定有方法可以解决 所以不要担心 对 我希望拥有水晶的你们 你们可以快乐的佩戴他们 或者说 享受他们 那如果有跟他们一起在做工作的呢 我相信他们都会给我们 或者是一些老师们 房间的老师们 可以做一些很好的协助 对 这就是我今天想要 分享给大家的 就是 如果你听到一些 让你产生恐惧的东西呢 你千万不要自己吓自己 你要先静下心来 冷静 思考 然后再做后续 应该怎么样的处理 对 我觉得我拍了很多支影片 一直都是在告诉大家 不要恐惧 不要恐惧 因为我知道在这条道路上 会让你时不时的产生一些恐惧 或者时不时的让你产生一些疑问的时候呢 我希望我的影片 可以为你带来一丝的光明 我也希望我的影片可以鼓励着你 继续的往前 继续的往高频的方向去走 对 然后就是把我们自己的灵魂修炼的更好 不一定它完美 因为完美 不完美完美都是我们的灵魂 但是我希望的是我们可以一起进步 那我今天分享水晶的运用 跟水晶的意识 今天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欢迎你订阅我 甚至分享给你需要的朋友 然后 如果你愿意留言分享的话 那我也觉得 给我个鼓励的话 我也觉得很开心 那我今天就简单做个分享 那如果说的不好的地方 也请大家多多包涵 因为这个是我自己的亲身经验 还有亲身经历 我是尽所能的 把我知道的东西尽量 拍成影片分享给大家 谢谢大家 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每一天 那下次见咯 拜拜